本書上PO出自拍 穿戴名牌墨鏡包包 球信女直播主 日子看起來過得相當滋潤 但鏡週刊卻爆料 她其實和釀成三死的 台版柬埔寨案 有著密切關聯 根據鏡週刊報導 這名綽號花姐的球信直播主 就是詐騙集團的臺灣總代表 他的上游還有一名集團首腦六六 下游則是分為北中南三個代表 先前已經落網的 附信大姐頭還有瞎懂查懂 就是負責北區的業務 除此之外 集團還有兩名機場代表 專門安排被害人出境 花姐也會在臉書上發布 爭彩廣告 用高薪作為誘餌 一位L小姐就透露 今年七月花姐邀請她 到泰國做代購 沒想到實際上是把她 賣到綿甸的新華園區 L小姐就這樣被迫 從事詐騙和性交易 最後L小姐向臺灣幹部 借來求救電話 即經波折才順利回家 根據瞭解 警方日前也通知秋信 女直播主到案 但她公稱只有請L小姐 到泰國帶貨 其他犯罪證據不足 只能將她請回 不過警方也已經掌握集團 中區代表的真實身份 將會持續搜證 等到時機成熟 再將詐騙集團一網打盡 華視新聞 我們廖亦婷 張宇文綜合報導